第121章 最终排名战开始 虽然嘴上说着不在乎 但是石宇看到自己的精彩紧急后 还是有点淡淡的忧伤 当时 为什么不准备得更充分一些呢 到了现在 石宇还倔强地认为 他们配合得挺帅的 遇见斩兽 这不比玉兽战斗要帅 不过问题是 他的着装 他的行为 画风完全不大 骑着个熊猫 穿着个熊猫短袖 拿着木剑对敌 所以看上去 就显得有些古怪 现在石宇最想的 不是删掉视频 而是后悔 当时没穿上一些奇装异服 他要是和其他考核者一样 穿上一些奇装异服 没准现在违和感 就没这么高了 吸取教训 下次注意 石宇关闭了手机 独自找到了没人的地方 钻进了一记珠 当下 他只想通过加点进入虚弱状态 来麻痹一下自己的大脑 然后尽快撑到比赛开始 开始 说好了不加点了 可是现在石宇哪也不想去 古都竞技场 虽然 当才播放的生存考核精彩紧集 很有看点 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地方 但是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考核 随着考核时间到了 会场各地 已经纷纷开始了对战 一时间 硕大的会场 战斗声响震天汗地 宠受咆哮声连绵不绝 好 哦 随便一个擂台 便可见到 有着优秀种族的超繁极生物 互相对抗 各个擂台边 一个个考官严肃地站在一侧 这些新进职业中 能控制好战斗局势的只是少数 多数情况下 还得是考官裁判出手 评判胜负 请问 可以采访您一下吗 有考生离开了考核区域后 立刻被媒体缠上 各大媒体 都开始寻找其考生进行采访 唯有一个记者团队 悲观地行走在观众席 寻找着什么 没有 没有 看来那个石雨没来 生存试炼结束后 采访到石雨的那个女记者 摄影小哥 异常地悔恨 这一段掐掉 想起自己的话 女记者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巴掌 他们怎么知道 随便找了一个路人 就是日后的超级热点考生 啊啊 不只是他们 目前 许多财团乃至其他顶级学府 都在寻找石雨 虽然石雨已经内定会进入 古都大学考古系 但挖人这种事 不试试看 谁知道呢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挖不来 原因只有一个 待遇没到位 目前 16个种子考生 都是各大势力的重点挖人对象 当然其余700多名考生 也同样是不能漏掉的对象 第一天 排名考核进行得如火如荼 竞技场不远处 一个偏僻的角落 一记住内 石雨默默加点 休养生息 第二天 排名站进行到了最激烈的时刻 石雨依然躺平加点 休养生息 第三天 不算种子考生在内 排名站的16强终于出炉了 石雨完成了加点 休养生息结束 活脱脱一个与外界隔离的闭关苦修士 只是偶尔出去吃饭时 通过手机去看下排名站的进度 至于自己的新闻 石雨点都不点 好吗 石雨浏览着 晋级考生和种子考生的资料 一共32人 好像有30人 都有同龄种族虫兽 就只有他 和一个叫苗东东的古虫师 两人的虫兽 都是超凡种族 不过 那个苗东东的虫兽 虽然是超凡种族 但是却寄生了君王种族生物尸体 也是个开挂的 认真看了一遍目前已知资料后 石雨开始进行起最后的准备 三天下来 石雨没什么变化 虫虫变化倒是不小 名称 青棉虫 成长等级 超凡级 技能 虫丝 MAX 绝对睡眠 精通 虚实幻影 精通加四 威慑 伟龙威 熟练 超势力 熟练 高速愈合 熟练 石雨又教学给了他 超势力 高速愈合技能 高速愈合和超势力 都是中阶技能 配合补品 教学起来压力不大 不像高阶技能那么费事 排名战时候 受限制于规则 虫虫就无法使用冰龙虚了 只有一块石雨 额外购买的 三级冰系能量 结晶可用 不过用这个 变身成冰龙 根本发挥不出多少实力 大概也就 同龄种族中等的范畴吧 这样一来 哪怕有石一照着 但如果一遭受什么意外 虫虫也很危险 毕竟他的身体素质 是真的脆弱 所以 为了虫虫的安全着想 石雨又给他安排了 超势力 高速愈合这两个技能 而且还特意 点到了熟练级 毕竟入门级技能 因为熟练度的原因 肯定是有很多缺陷弱点的 容易被针对 重重技能一多 石雨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直到1月10日 这届职业考核排名战 最关键的时刻 石雨才现身 这一次 他换了一身黑红色的战斗服 还戴着黑色鸭舌帽 黑色墨镜 气质大变 现在他好歹 也是明星人物了 为了不被记者骚扰 还是着装一下吧 呃 你是 竞技场外考生通道 安检人员看着石雨 一脸发猛 穿得这么严实干嘛 石雨微微摘下墨镜 拿出自己的考生证明 给对方看了一眼 这位安检工作人员 顿时瞪大眼睛 仿佛看到了偶像 你是石雨 我8岁的女儿 很喜欢你的表演 考核请多多加油 好奇问一下 今天的考核 还是自己战斗吗 石雨 石雨 今天是排名战考核最后一天 按照规则 今天32强选手 就是要完全决出排名的 一连数场战斗 没有休息时间 一天一场战斗结束 就要休息一两天 那是娱乐表演 职业领域不需要这样的表演家 要的是能具备 强大抗压能力的精英预寿师 没有一日八次的体力 精力 搞得跟肾虚一样 不适合当职业预寿师 毕竟日后真要再次发生灾难 职业预寿师面临的就是高压 没凶兽会给敌人充足的休息时间 不过 为了相对公平 每场战斗过后 还是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 提供补品 药物 治疗服务 尽可能帮助考生和宠兽 恢复至巅峰状态 你们看见时雨了吗 竞技场内 一处观众席 考古七英杰之手 郑英杰询问道 虽然职业考核的观战名额 是内部邀请制 他们本来没资格过来 但是谁让他们请了李主任 吃了一顿饭呢 反正竞技场很大 他们也就成功跟着 古都大学的招生团队 浑水摸鱼进了来 这顿饭 没白请呀 我理解 射死吗 如果是我 肯定都连夜逃离蓝星 跑去月球生活了 林鱼儿学姐偷笑 她现在很想知道 时雨是怎么忽然 从研究所溜走的 也太熟练了吧 她说 已经到现场了 熊猫学姐看着手机的信息 道 应该是在备战室吧 还活着就行 我还以为学弟 想不开自杀了 七英杰等人点了点头 还能来参加最终考核 问题就不大 人不忠二网少年嘛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理解理解 说完 众人看向了周围观众席 发现了不少大人物 职业考核的排名站 虽然本质上是个比赛 但是此时现场 并不是正规比赛那种氛围 没有什么特邀嘉宾 没有什么解说 只有参加对战的考生 和考官裁判 观众们 无论是什么身份 背景 实力 都是自己找个地方去观战 九大学府的招生导师也好 五大财团的代表也好 玉兽兵团的军官也好 都老老实实坐在自己的席位 注视着主会场的大屏幕 九大学府的来人中 古都大学来到现场的观众 最有分量 毕竟 古都市是古都大学的主场 来古都市参加职业考核的预售师 多半首选 也是古都大学 或者本地相关企业 所以 其他学府到来的招生导师 纯粹就是来打探下情报 看看能不能钻到空子挖人 古都大学席位这边 招生办主任鲁东生 和一众招生导师都来了 除了他们这些职业考核常课 考古系李主任 丁导师 还有对战舍校队 以寿尔娘白系为首的一批成员 也跑来了凑热闹 鲁东生无奈地看着这群人 很清楚他们的来意 哈哈 石宇同学是我们考古系内定的 鲁主任 你就不用帮其他系挖人了 知道你跟对战系的老和关系好 李主任笑呵呵道 鲁东生嘴角抽搐 对战系那边 的确拜托他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帮忙 把石宇挖到对战系 虽然 希望确实不大 石宇考古发现 石铁兽进化型的成就 在古都大学内 对于一些领导 已经不是秘密 知道了知道了 鲁主任笑着摇头 也没打算在这件事上费心 他们招生办的任务 不是服务某个系 针对挖某个人 而是全都要 争取把这次700多名 新进职业预售师 全部邀请来古都大学深造 只有生员足够优秀 学生足够优秀 这些顶级学府 才能获得更多的教育拨款 然后变得综合实力更强 最终吸引更多优秀预售师 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哪一年也不能落下 大姐头 训练摸鱼来看考核真的好吗 古都大学席位这边 除了考古七英节他们 对战设也来了一些人 少儿娘白希 面对其他成员的询问 翻了个白眼 道 谁让你们也一起跟来了 回去后 训练超级加倍 众人 得想个办法 把石宇忽悠来对战设 白希重新看向屏幕 那一天 白希看到石宇的视频表现后 沉默许久 不愧是他教出来的 战斗风格深得他真传 是个可塑之才 白希有一种 想等石宇入学后 拉着石宇去各地 打比赛的冲动 反正大学期间 哪有那么多遗迹 给石宇探索 不如先培养实力 跟着他们去打比赛 嗯 把石宇战斗力培养好 才能让石宇 更好给陆学姐当工具人 没毛病 除了这些人来到了现场 还有不少重量级的考生家属 比如玉树的老妈 顶级迅龙大师 便静静地待在永道抽着烟 等待考核开始 还有极为关注自己儿子的影传奇 也和一位老友 平静地站在无人关注到的会场高台 安静看着下方 每个考生 都有一个单独的备战室 此时 石宇经历重重难关 终于来到备战室后 一阵疲惫 太难了 有谁知道 他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吗 需要提防路人 媒体也就罢了 怎么考核工作人员 看到他也高潮了 还说什么 你是我家八岁女儿的偶像 我家女儿觉得你很帅 直接让石宇领悟土盾技能 差点用脚趾挖出一个地下城 石宇微微叹气 看向备战室摆满的补品 药品 营养品 然后摇了摇头 最终看向了最关键的小电视 全是给职业预售试用的低级补品 对手情况也还没更新 其他31名考生 此时 估计都在外边等待 看着外边的大屏幕 不过石宇格格不入 为了避免麻烦 自己猫在了备战室等待 上午8点 主会场内 随着临近考核时间 这次职业考核的总考官曲解大师 又出现了 他出现后 代表考核即将开始 在场的数千名观众 看向会场内的大屏幕 此时 屏幕上在循环播放着 16位晋级考生 在之前排名战中的精彩对战紧急 这16人也都是十分优秀 不见得比种子考生们逊色多少 没能被选为种子考生 可能欠缺的就是一些运气 比如被天眼重点剪辑的运气 经过三天的筛选 已经有752位考生 获得了自己此次职业考核 大致的名次定位 今天是考核最后一天 从最开始768名考生中 突破重围出来的16名晋级考生 将与最开始的16名种子考生 进行最终的排名战 规则以淘汰制为主 胜利者晋级 败者兼再进行后续名次角逐 目前 随着对战紧急视频 最后一次循环结束 屏幕上画面立刻变换 出现了32个名字 并且不断滚动组合起来 按照惯例 应该是晋级考生 和种子考生先对上吧 考生席 虞树靠在墙上 双手抱胸 撇了撇嘴 谁都无所谓 他现在只想打石语 嗯 虞树刚刚想完 大屏幕上 一个名字猛然生气 伴随出现的 还有一张半身照 石语 两个大大的字 映入所有人视线中 是他 发现今天第一个考核者 竟然就是石语后 所有人露出振奋的表情 开局考核效果爆炸呀 这是 而且 石语方方正正的名字下 他骑着熊猫的照片出现后 众人顿时乐了 尼玛 备战士 石语看着自己的头像 一阵脸黑 有完没完了 安排他第一场考核 并且还拿这个做头像 说考核方肚子里没坏水 石语是一百个不信 不过 石语第一个出场 也的确是众望所归了 卧槽 是石铁兽骑士 对于石语 在场上签名观众可不陌生 那些生存试炼就被淘汰的考核者 还有那些排名定位完成的考核者 都心情复杂地看着石语的头像 经过分析 石语强是强 但是 被这样的家伙骑在头上 还是有点淡疼啊 这年头 不仅老实人被欺负 正常人也没前途吗 石语吗 眼下 随着石语的名字出现 剩下31位考生 眼中都有光芒闪动 有点想碰上石语 又有点不想太早碰上这个家伙 但不等他们细想 石语这一轮的对手名 立刻也一起升起 16个晋级考生之一 寒动 看到这个名字 众人立刻想起他的资料 玉兽空间等级 二级 玉兽天赋 冰霜强化 宠兽 低等同龄种族寒动术 高等超凡种族冰元素精灵 基础测试 寒动术能量值1300点 此时 这个叫寒动的晋级考生 无言地站在会场某地盯着大屏幕 说起来 他和石语还认识 去往生存试炼考核木地地的飞机上 两人就是零坐 现在和石语对上 让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接下来请考生前往主场地 五分钟后 考核对战正式开始 会场下方 曲解大师非常有穿透力的声音 响起在竞技场内 接下来是这届职业考核 最优秀的32人进行对战 裁判将由他这个顶级大师亲自担任 不仅要确保玉兽师本人不受到伤害 还要确保他们的宠兽 也能安然无恙 这个寒动 王牌反而是那只高等超凡种族的 冰元素精灵吧 有人开始回顾起之前的对战视频 视频中 一尊寒动树屹立于场地 周围萦绕几十只冰元素精灵 场面异常壮观 而在他们的对面 则是已经成为一块块不完整碎裂冰雕的对手 虽然那只寒动树的种族等级更高 但是那只冰元素精灵 才是他的初始宠兽 王牌 对方应该在冰元素精灵身上 用了什么冰系灵物 让冰元素精灵在统领级之前 就学会了元素生物在统领级之后 才能掌握的元素化能力 拥有元素化能力的元素生物 能很大程度免疫一些攻击 同时对自身属性力量 也能有更好的掌控 这是元素生物很了不起的天赋 主场地 穿着一身蓝色战斗服的寒动 已经来到了这边 他朝着主考官裁判曲解大师 问了声好后 静静站在一侧等待 石羽人呢 寒动登场后 石羽迟迟不见踪影 观众们开始疑惑 他们看向了考生通道 好奇等下石羽 会不会骑着石铁兽 从里面出来 不过很显然 他们想多了 片刻后 一个穿着黑红色战斗服 有着干净利落的黑色短发 表情平静 看不出有任何奇怪之处的帅气青年 缓缓走向场地 几千名观众都觉得很正常 可就是因为太正常了 与之前风格不符合 所以越发觉得不正常 帅哥你谁 那个骑着石铁兽的石羽呢 石羽像个安静的美男子一样 走到考核场地上 朝着主裁判和对手 微微点头示意后 也安静等待其考核开始 他浑身绷紧 表情稳住 面无表情 尽可能一句话也不说 不让别人找到破绽 可 曲解大师 寒冬面色 古怪地看着画风又忽然正常 并且好像对之前的事情 一点反应没有的石羽 一阵奇怪 不仅是他们 古都大学的各位 还有众多观众 都哑然地看着石羽 你不对劲 你的剑呢 对面 寒冬实在忍不住问 他很希望 石羽这次还耍帅自己出场 因为那样 宠兽需要分更多心 来保护石羽 以石羽这个御兽士本人 作为攻击对象的话 哪怕石羽实力再强 只要裁判判定石羽有危险 胜利也是他的了 正常对战 他还真没多少把握 哪怕石羽两只 宠兽种族等级再低 但耐不住技能熟练度高的可怕 寒冬心存侥幸 认为高熟练度的低阶 中阶技能 无法对他们造成影响 毕竟 石铁兽和青棉虫 不像是能配合到一起的样子 又是心灵感应天赋 无法增幅宠兽战力 而他的寒冬术 兵元素精灵就不一样了 再加上有他的天赋增幅 未必不能一战 此时 石羽很想说 对付你 我还不用出剑 可是这话太二了 他怕又被录下来 做成表情包 多多 一阵无言下 曲解大师吹了一声口哨 寒冬表情认真起来 上午八点十分整 今日第一轮考核正式开始 多 曲解大师再次吹向 拉开对战之时的哨声 一瞬间 寒冬表情更加严肃 他也清楚 食于可怕的实力 开场直接周身冰元素能量涌动 瞬间激活自身的冰霜 强化天赋 呼呼呼呼 紧接着 风雪凝聚下 一颗高达三 四米 形似松木 但是躯干却是冰霜一样的白结 树冠蓬松 如同蓝色冰云一样的生物 扎边于冻结的场地 出现在了外界 除此之外 寒冬树的内部 一团如同九芒星般 飘浮的冰蓝色结晶生物 冰元素精灵也显露出身形 名称 寒冬树 属性 冰 技能 寒息 暴风雪 降雪 冰风 名称 冰元素精灵 属性 冰 技能 血影 分身 自爆 冰光 元素化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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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冬两只宠兽出场瞬间 冰霜九芒星般的冰元素精灵 立刻元素化然后 凝聚化为几十道分身 密密麻麻悬绕在寒冬树周围 融入风雪中 让人根本无法得知 哪个是本体 在寒冬对面 石宇这边 召唤图阵出现 一米高的小石铁兽 站立于场地上 一条青年虫 则是趴在石铁兽的头上 两只宠兽 注视着前方的冰天雪地 和石宇一样 表情淡定 谁能赢 观众席 一个败给过寒冬的考生 目不转睛地看着场地 因为和寒冬对战过 所以他深知这家伙的可怕 简直无解 那个看似种族等级更高的寒冬树 其实就是冰元素精灵的充电宝 只要寒冬树一直制造风雪 能够元素化的冰元素精灵 就能一直拥有 近乎不死不灭的体质 配合分身和自爆 让分身像赶死队一样冲向对手 简直恶心 借助冰霜的减速 冻结效果 完全是近战宠兽的噩梦 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这名考生旁边 作者的另外一名考生嘀咕道 什么意思 出神入化级硬化 完美级雷掌 这不是熟练度碾压吗 另外 你不会真的认为 他们其他技能的熟练度会低吧 不会认为 视频中展现的威慑技能 仅仅只有能震慑到敌人 却无法造成伤害的程度吧 白旗看着他道 如果不是为了配合石羽装逼 恐怕就凭视频中出现的精神威慑 就足以秒杀一切对手 来自冰原室和石羽竞争过进化圣权 初始宠兽掠空之翼 被石羽的石铁兽 一道君王弃场秒杀的白旗 带着嘲笑的目光看着场地上 有充电宝加持 可以无限重生的大量分身自爆战术 对付一般的考生还行 但遇到石羽这个怪物 场地上 考生双方刚刚召唤出宠兽 面对对面阵势浩大的寒动术 和冰元素精灵组合 石羽依然面无表情 石羽和重重也是平静无比 下一瞬间石羽微微抬起头 看向那漫天冰元素精灵 和高大的寒动术 而重重则是微微闭上眼睛 打了个哈欠 看似平平无奇的举动 却是忽然间 让寒动术和冰元素精灵周围的冰雪 猛地变形起来 刚才还呼啸着的寒风 这一刻像是乌业一般 混乱无比 哄 刹那间 有庞大的精神威慑 从小石铁兽和青年虫身上扩散开来 他们后方 这一刻仿佛形成一道冰霜巨龙虚眼 好 重重直接具现化出冰霜巨龙的龙威 恐怖的精神威慑波动 近乎实质化 在龙威之上 还有一股更可怕的精神威慑 如同咆哮而来的海啸一般 铺天盖地地缠绕在龙威周围 推动它一起向着前方的冰天雪地横扫而去 嗡 下一秒 两道交融在一起的精神威慑 猛然从寒动术 和近百只冰元素精灵身上扫过 随后 砰 得一声 场地上宛如一道惊雷 无数冰元素精灵分身爆开 随着寒动术和冰元素精灵出场而引动的风雪 这一刻 也几乎是瞬息恢复平静 场地上顷刻祥和一片 石羽微微抬起头 看向叶子虚弱无比 无力在摆动的寒动术 以及仅剩下的一个虚弱无力坠落到树上的冰元素精灵 直到胜负一分 他又看了一眼表情炸裂的寒动 最终看向了微张着嘴巴的曲解大师 我可以走了吗 石羽问道 君王气场 精通威慑 配合冰霜巨龙的龙威 仗势欺人 这种冰系生物 根本不是一和之敌 曲解大师沉默后 看着表情无法接受的寒动 点了点头做出宣布 第一轮考核 石羽胜利晋级 他划落 场地上石衣和重重的身影消失 被石羽召唤回玉兽空间 紧接着石羽表情平静 在数千人震惊的表情下 慢慢离开场地 和大家想象的石铁兽骑士画风 完全不一致 这一刻 大家才猛然 回想起刚才的对战 不由地露出惊骇的表情 从七百多名新晋职业预售师中 晋级出来的十六位精英预售师 面对种子选手之一石羽 一个回合也没撑住 直接被秒了 君王气场 那是 龙威 怎么可能 这一刻 会场各地 轰然沸腾起来 他 考古七英杰呆滞地指着石羽 精通级威慑 龙威 怎么回事 冷静 熊猫学姐拿着摄像机 比众人知道的早一点 精通级威慑 石一在超凡级之前 就掌握了 而龙威 石羽有跟他说过 购买月花粉的用途 知道君王气场的 毕竟只是少数 此时随着石羽施展出 这个虐菜神迹 不少大士级人物 都再次沉默 古都大学 对战舍这些成员 几乎是集体震惊 还有另外三十名考生 也都纷纷瞳孔一缩 其中只有少部分种子考生 在看到精通级威慑 吃惊过后 很快恢复了平静 显然他们 都有对抗的办法 一个寒动罢了 他们也一样可以顺秒 此时 喧闹的会场中 石羽的脚步也更快了 从这一场开始 他要尽快板证这些人 对自己的刻板印象 石铁兽奇事无了 他要当今年古都考核新人王 第12章 英机长空来了 好难啊 考生通道内 石羽来到这里后 顿时绷不住了 庄高冷太难了 他还是喜欢对战前 跟对手聊聊天 交流交流感情 事后跟对手的宠兽握握手 表示表示友好 庄高冷什么的 不符合金手指设定 通道内 石羽用双手揉起自己的脸蛋 绷得太紧了 先放松一下 石羽 这时 忽然一道声音传来 石羽的脸部 顿时再次绷紧 他双手机械时落回身旁 表情平静转身 道 有什么事吗 这是一位身材魁梧 穿着碎花裙子的大妈 石羽看见了他胸前的考官牌子 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我是这次职业考核的考官之一 也是这次排名战的医护人员 大妈咧嘴一笑 欣赏地看着石羽 跟我走 我带你去治疗下 他还是这次九位大师考官之一 从第三道考核 就有关注石羽 这么不拘小节 风格多变的美少年 不多见了 这让他想起自己的初恋 谢谢您 暂时不用了 这场对战 我的宠兽 没有什么伤势和消耗 靠备战式的营养品 恢复下就行了 石羽感受到了 这位大师考官的热情 立刻表示 下次一定 这样啊 医护考官颇为遗憾 好像是啊 石羽这一场对战 根本一点伤没受 您不用去找那个寒动吗 石羽问 有道理啊 考官一愣 点了点头 道 那我在这里等他过来吧 石羽 这年头 最该得到治愈的 反而没得到重视 是因为什么呢 不过 此刻 石羽总感觉自己 错过一次 相遇稀有治愈类能力的机会 但不要紧 下场对战 再让石羽受点伤也来得及 预售空间内的石羽 会场内部 众多观众 还处于震惊中 没有恢复过来 对于种子考生的实力认知 他们可能就局限于视频 但是寒动这些晋级考生 可是在所有人眼皮底下 从七百多名考生中 杀出来的狠人 然后就是这样的大佬 竟然一个照面就被秒了 石羽他们是怪物吗 一只超凡级石铁兽 为什么能掌握威慎 而且还是精通级的威慎 最离谱的 不应该是那只青棉虫吗 龙威啊 龙威 而且 看气势 那只青棉虫 成长等级也到了超凡级 这不科学 青棉虫哪有这样的 说是青龙幼崽我都信 不过有一说一 还真相 说不定真是龙族幼崽 难道是虫系和龙系的杂交宠兽 扯淡 虫系和龙系 有生殖隔离的好吧 观众吵闹万分 掌握君王气场的石铁兽 掌握龙威的超凡级青棉虫 这一刻 会场的上千名考核者 人都妈了 别说是他们了 就算是一些大师级预售师 都不能理解 他喵的 人群中 鱼树眼红 石铁还真把龙破草 成功给青棉虫使用了呀 熟练级的龙威 三天 天啊 他脸色一黑 就算石铁没了高级道具 他此时也有点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对抗君王气场和龙威 老妈应该在现场 得赶紧找他去要件精神装备 这一次 石铁展现出的别于视频中的新技能 一下子把绝大多数观众震住 尹正凡等人都有些沉默 包括曲解大师 这样的大佬在内 不过 考核还是要继续的 精通威慑 也并非无解 就在这时 第二轮考核无缝衔接了 众人 看向第二道考核的对象 种子考生方济 VS晋级考生李寒飞 按照眼下更新的排名顺序 接下来 石铁应该会和他们中的胜利者对决 备战士 石铁又把石铁和虫虫召唤了出来 让他们随便吃起屋子内的营养品 补充消耗 石铁和虫虫各自抱着一袋零食 瞪着圆圆的眼睛 和石铁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电视 这里也可以看到主场地的对战情况 是直播 虽然没有外界清晰 但也能凑合看一看 应 鸡 一边抱着零食 石铁一边兴奋地挥手 看到电视 他才想起 刚才有没有给他们录像呀 重重也一脸期待 有没有有没有 还有 战士七人用完了 阴急长空战术下一把 是不是能安排上了 不知道 石铁也无聊地把备战士的低级补品 当糖豆一样吃 丝毫没有看到有补过头的征兆 可想而知 石铁的体质 是有多么的无底洞 我让 灵修竹学姐帮忙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帮你们拍 自己拍就太不像话了 生存试炼考核拿着木件 排名考核拿着照相机 他保证自己又能上头条 应 鸡 听到有人负责拍 石铁和重重安心下来 不过他们下一秒 又看向了石铁 阴急长空呢 他们看了 这个会场 是露天的 上面直通蓝蓝的天空 这也是为了给一些飞行宠兽 足够地发挥空间 但现在看来 倒是让石铁和重重非常满意 这个战术啊 石铁看向了小电视 也不是不行 画面中 一只身高两米多 长相凶恶 双足站立的赤色巨龟 正义立于场地 在他周身 还漂浮有一条虚幻的小蛇 名称 反伤玄规 属性 土 火 种族等级 中等统领 技能 荆棘火甲 爆裂之盾 大地连锁 大地守护 狂暴 名称 虚幻游蛇 属性 精神 种族等级 高等超凡 技能 精神之牙 精神守护 虚影 精神波 很显然 从宠兽种族来看 这个考核者就很赖皮 反伤玄规是少有的 没有主动攻击技能的种族 他只有在撕血时 才能开启狂暴 获得强横的攻击力 不过 虽然没有主动进攻能力 但是 他的荆棘火甲 爆裂之盾技能 都恶心地要命 不仅可以增强防御 而且 只要对手近身攻击到他 他就会把部分攻击反弹回来 对攻击者造成更强的伤害 而远程攻击 面对反伤玄规的各大防御技 恢复技 也要考量考量能不能破防 双方究竟谁的体能多 恢复速度快 毕竟大地连锁 是让反伤玄规连接大地 借助大地之力 恢复体能的一个技能 大地守护 则类似于固若金汤 又是非常全面地 增加防御的技能 所以同级别下 很少有宠兽能击溃反伤玄规 因此自然界中 这种宠兽 也根本没有天敌 至于那条虚幻游蛇 相对较弱 不过 它可以依附在 反伤玄规规壳内攻击敌人 正常来说 根本逮不到 这两只宠兽 都是种子考生方技的宠兽 目前 它的对手 另外一个晋级考生李寒飞 被恶心地够呛 它的以力量著称的 距离金甲虫和专修 控制剂的飞罗腾 根本拿反伤玄规一点办法 也没有 看来是这个方技要赢了 时宇看那个 叫李寒飞的女生全程 都无法破防 然后被反伤纪 和躲在龟壳内的虚幻游蛇 一点点消耗 不由地摇了摇头 也不能怪这个 叫方技的考核者 战斗风格恶性 人家走的 就是防御消耗路线 这种战术 其实最好破解 以更强的力量和防御 直接对它就完事了 当然 说着容易 绝大多数宠兽都无法做到 其实 还有一个破解方法 这个叫李寒飞的女孩 最终实在忍无可忍 直接掏出匕首 在飞罗腾的掩护下 主动对方技本人发起攻击 打算直接控制御兽师本人 能直接攻击御兽师本人 御兽师本人 也能直接参战 这是规则允许的 只不过之前的排名站中 很少有御兽师习惯这么做 心态显然没有完全转变 这个女生 是少有的主动这么做的御兽师 然而可惜 她们接近方技的一瞬间 就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拦住 反伤玄规的大地守护 可以对所有站立于地面的生命体使用 包括御兽师本人 一击失利后 最终反而是进入战场中的 李寒飞脖子 瞬间被飞射而来的虚幻游蛇缠上 一瞬将军吓得李寒飞花容失色 我认输 他不想打了 承让 方技笑呵呵对着眼前的漂亮妹子道 虚幻游蛇也并未进行后续攻击 杀人可就犯规了 他可没有落手催花的习惯 如果我们也攻击御兽师的话 我估计 接下来对上咱们的对手 恐怕都要去临时找一件精神装备了 见到这一场对战 石与笑呵呵道 要不然 就算宠兽能防御住威慑 那些御兽师本人 恐怕也难以抵抗住 当然 就算弄晕御兽师本人 也根本不算完 顶多让御兽师 无法用天赋增幅宠兽 处于外界的宠兽不解决 依然不算战斗结束 毕竟 一些和御兽师建立起羁绊的宠兽 就算没有御兽师御史 也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 所以 考核中很少有考生去冒着风险 去攻击御兽师本人 直接把宠兽解决 就算胜利 要不 拿这个家伙 给你们是阴机长空战术 石与道 对方有大地守护和精神护盾两个技能 可以叠加来防御精神威慑 秒掉的几率不大 最多造成一定精神震慑 伤害效果 既然秒不掉 不如换个战术 硬 击 石一和重重眼前一亮 觉得可以 石一 做好受伤的准备 等一下我们去接受大师级治疗 打完架 别一口气 全部治疗好伤势 石一 合着 合着他的高速愈合 是摆设了 石一气呼呼的 外界 种子考生和晋级考生的战斗 格外激烈 不过 一场场战斗 让考核者们 发现了一个离谱的事实 一场 两场 三场 接连七八场 还没有一个晋级考生 可以打败种子考生 第七场 法神少女张千一只 派出一只宠兽雷云精灵 和石羽一样 一道雷电直接完成了秒杀操作 第八场 虞树的复魂古龙 同样一道魂岩龙溪 一口气把两只宠兽横扫出场地 到了尹正凡这里 召唤出来的宗岩巨兽动都没动 空精蝶一道空间置骨 就秒掉了晋级考生的宠兽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十六场战斗结束后 十六个晋级考生 全部被淘汰 观众席的数千名考核者 几乎是瞬间无声 晋级的考生 竟然全翻车了 不少吃惊声音 从观众席传出 不过也有人觉得理所当然 和我们那届情况一样啊 正因结效 我们那届的情况也是一样 熊猫学姐笑了笑 果然 这些种子考生被选出来 还是有点东西的 这也间接说明了 这群大师级考官 和天为之眼的眼力 不能被选为种子考生 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 是因为你还不是最优秀的 除非一些考生故意藏桌 不然天为之眼的注视下 选种子考生的环节 很难有翻车的时候 毕竟 连重重的虚实幻影 十一近乎被动的超视力 都能被分析出来 这些考生的实力 天为之眼一样一览无遗 天眼这个技能 可比完美级超视力强多了 时间飞快 第一轮的十六场战斗 只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 平均每场不到五分钟 这还是因为部分种子考生 拖后腿了的缘故 像食语 尹正凡这样的种子考生 几乎没用一分钟 就解决了对手 第二轮要开始了 随着第一轮考核结束 观众们期待不已 这说明什么 说明又要轮到 石铁兽骑士石语了 众人倒要看看 这次石语 是不是还和上一次一样 处于正常画风 对阵图上出现了 石语VS方级的名字 这回 石语出现得很快 那个叫方级的考生 从另外一边下去的时候 石语也从连通辈战士的考生 通道出了来 两人同时登上场地 方级表情严肃 有点忐忑 反伤玄规的防御力 能防御住石语的石铁兽的技能吗 方级进行起DN词分析 就算他的石铁兽技能 熟练度离谱 但毕竟只是中等超凡种族的宠兽 反伤玄规就算不用技能 站着 让石铁兽用精通级以下的硬化打龟壳 也不见得会有事 何况 反伤玄规也并非没有技能 荆棘火甲 爆裂之盾 这两个中阶技能 他都锻炼到了精通级 再加上大地守护 以及自己的元素 抵抗强化天赋 他们未必能够破防的 方级心中不断分析着 分析得他自己都信了 差距也不是那么大 不过 话虽如此 但是方级看到石语面无表情 走到他的对面后 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迫感 考虑到规则允许 直接控制玉兽师本人 他不敢分析得太满 自己的玉兽天赋 不一定能开出来 这就要看 石语会不会和那个女生一样 直接攻击他了 以及 他两只宠兽 能不能帮助他挡住威慑了 都都 看到两位考生准备好后 曲解大师深深看了一眼石语 再次吹响哨声 没戏的 这一场战斗 方级没有希望 或许职业级的考生们不理解 但是这些大师级的玉兽师 都非常清楚 生存试炼中 石语的石铁兽 使用了硬化与雷掌的 奥义级组合剂 光凭这个 就能轻松贯穿 反伤玄规的防御 现在 唯一值得好奇的 就是石铁兽自身的防御力了 因为就算石铁兽 能伤到反伤玄规 他自己也得承受巨大的反伤 这一点 才是反伤玄规 比较无解的地方 哼 哨声吹响 方级和石语 同时召唤出宠兽 方级这边 是一头赤红色的巨龟和一条灰色透明虚幻的蛇 石语这边 自然还是看起来憨憨小小的石衣 以及他头顶的青棉虫虫 现在 谁也不敢小看小石铁兽 和青棉虫这个组合了 这届考核者太不科学了 石语这两只虫兽 实在是打破了众人的认知 不明白 他们到底是怎么被培育出来的 战斗一开始 双方就僵持了下来 谁也没有先动手 就在这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声了 应 鸡 盯着前方谨慎的缩头龟 和躲在龟壳内的赖皮蛇 石衣和虫虫共同发起声讨 应 鸡 我去 石铁兽原来是这么叫的吗 好忙 众多观众愣了 看着肥嘟嘟的石铁兽 很难想象 就是这样一只可爱的虫兽 一个威慑 就把同龄种族的对手给秒掉了 青棉虫的叫声也好有趣 也有考核者看着青棉虫 情不自禁露出笑容 谁说他不是青棉虫来着 明明叫声和青棉虫一模一样 虽然不知道 这究竟是不是青棉虫 但他当下是青棉虫的模样 叫声也是青棉虫 就管他叫青棉虫了 不过 这场战斗 石铁要怎么打 不少人都盯着场地 想看石铁究竟如何破解这个龟壳 不进攻吗 对面 方济笑了下 石铁不语 看向了石衣和虫虫 下一秒 重重微微闭眼 重重闭眼刹那 如同第一局时候一样 场地之上再次发生了离谱的事情 众人发现了 每次这只青棉虫闭上眼 总没好事 第一次 随着他闭上眼 场地上空直接出现 石质化的冰龙虚影 释放龙威 眼下 第二次他闭上眼 竟有一堆白色的光点忽然凝聚 具现化在了小石铁兽身体两侧 眨眼间 小石铁兽就形成了一堆白光之一 方济特么地愣住了 随后 在众人目瞪口袋的表情下 一只精细的石铁兽 竟然背后翅膀直接晃动 特喵地飞了起来 硬 鸡 十一和重重兴奋无比 卧槽 这不科学 怎么回事 众多考核者望着不断升天的小石铁兽 茫然无比 方济微微张大嘴巴 猛逼过后 有些不明所以 这是要干啥 空战 可是 他的反伤玄规 虚幻游蛇 本来就不是主动攻击的宠兽啊 空战有意义吗 他们谨慎地 看着越飞越高的小石铁兽 一秒 两秒 三秒 十几秒过去了 小石铁兽 直接失去了踪影 方济 猴 四 反伤玄规和虚幻游蛇 忍不住探出头来看 然后也是一阵凌乱 什么意思啊 让宠兽脱离身边 你自己想先宠兽一步下台吗 方济不想知道 石铁是什么意思了 他反应过来后 发现石铁身边 竟然一直保护自己的宠兽 也没有 顿时快速下令 让虚幻游蛇和上一把一样 直接控制石铁本人 虽然石铁在不在场 都对战斗没影响 只是个心灵感应天赋 但目前问题是 不攻击石铁 方济实在不知道干嘛 同时 他也想通过攻击石铁的方式 逼迫石铁的两只宠兽现身 死 听从玉兽师的命令 虚幻游蛇刚要发动攻击 轰然一瞬 天空仿佛塌了下来 一股恐怖的精神威压轰然压下 吓得虚幻游蛇 快速进入精神守护状态 反伤玄规也是瞬间一惊 千军一发之际 四道技能全开 用大地守护 包裹了自己和虚幻游蛇 大地守护加上精神守护 任由天空降下的威慑气场 有多么可怕 在两道守护不断产生涟漪 险些碎裂的艰难抵抗下 两只宠兽 终于是没有受到太大精神伤害 只是身躯被震慑的难以动弹 有些体软 同样 也包括方技本人 既然他想攻击自己 石鱼也没客气 石鱼的部分威慑 直接压到了他身上 哪怕方技 有守护增加精神抗性 这一刻 大脑也是瞬间晕眩 险些晕了过去 这已经足够了 此时的方技 根本无力使用元素抗性增幅天赋 没买精神防御装备 你还敢攻击我 石鱼心道 就在这时 所有人发现 天空中 小石铁兽的身影又出现了 不过此时 它出现的方式 让众人大受震惊 翅膀呢 翅膀呢 你翅膀呢 还有青棉虫呢 天空中 一只金属疙瘩一样的 一米大小的小石铁兽 直接从不知道 多少米的高空 直接放弃翅膀 用超视力锁定目标 跳了下来 同时 通过威慑震慑的敌人 动弹不得 精准锁定 黑点越来越大 方济尖难抬头 然后 瞪大了眼睛 石一坠落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 这一刻 石一的速度 甚至说不定超越了 完美级雷掌 带来的爆发加速 卧槽 这算啥 跳下来的 这一刻 全场震惊 完全没有想到 青棉虫带着石铁兽 飞上天空 是为了跳下来 不过 此时 感受着如同黑色流星般 坠落的硬化石铁兽 所有人都明白了 它这一跳的破坏力 此时 反伤玄规和方济 根本来不及反应 从龟壳内探出头 看着众物坠落 却被威慑控制 无力动弹的虚幻游蛇 瞬间发出 杀猪般的嘶鸣声 感受到虚幻游蛇的恐惧 虽然现在反伤玄规 似到守护加身 但是当下 也是猛逼到了极致 它挨打了这么多年 还没见到过 这样的攻击模式 哄 很快 猛然一瞬间 从高空坠落的小石铁兽 直接砸到了 反伤玄规身上 出神入化及硬化 与反伤玄规的 反伤防御剂接触 两者之间 顿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咔 恐怖的冲击波扩散而出 以反伤玄规的位置为中心 这一瞬间 场地直接裂开 砰的一声 一个直径数米的大洞形成 小石铁兽和反伤玄规 瞬间被烟尘和碎石 埋入洞中 声势如同拆迁大队 开了狂暴 扑通 这一刻 反伤玄规的大地守护 和石铁兽的威慑 同时从方济身上散去 他瞪大眼睛 因为腿还在软 被吓得一屁股 坐在了地面上 静静望着眼前崩塌的擂台 片刻后 烟雾中 自愈得差不多了 只留了一点伤势的十一表情 兴奋地爬了出来 哦 虽然摔得好疼好疼 但是 感觉好爽 砸人比训练时候 单纯砸地面爽多了 眼下 见到小石铁兽屁事 没有屁颠屁颠爬了出来 却迟迟不见反伤玄规 和虚幻游蛇爬出来 方济傻眼了 啪 感受到了 两只宠兽 都被重创昏死了过去 这时 众多大师沉默了 尤其是精神提到 极致的曲解大师 他微微张大着嘴巴 看着凌乱的场地 有些神经错乱 他敢肯定 所有大师都猜测的是 石铁会拿雷凯奥义 破防反伤玄规 但是 借助重力加速度 直接硬化砸是什么鬼 讲出来的战术 而且 最离谱的是 那么大的冲击力 就算有硬化保护 但是起码 也要尊重下 反伤玄规的反伤技能啊 众人看着活泼乱跳的 小石铁兽 顿时一阵味疼 有些不理解 这尼马是石铁兽 硬 这时 小石铁兽抬起头 众人也抬起了头 只见天空中 青年虫缓缓坠落了下来 鸡 的确是缓缓 因为他用虫丝 在高空做了一个降落伞 所以 坠落的比十一万多了 巨大的降落伞 由白色和透明虫丝 共同组成 这样容易刻字 上面 赫然被重重摆出了个 英姬长空战术六个大字 看到刻着字的降落伞 方济心太崩了 神特喵英姬长空 尼马 你们管这叫战术 这一刻 会场内的观众集体凌乱 负责拍照录像的 熊猫学姐手也一抖 史与学弟让自己录的 就是这个 果然 它还是不正常的 众人生起这个念头 不愧是你 而史与 此时看到重重的刻字 降落伞 眼皮狂跳 也愣住了 靠 因为 他不知道有这个环节 谁让你们乱整活的 这战术就够离谱了 你们还说了出来名字 这不是让我这个 玉兽师风平被害吗 万一其他人以为 是我想出来的怎么办 第123章 古虫师谁不是啊 史与看着那个刻字的 虫丝降落伞 心中有一万只 石铁兽滚过 这种事 下次能不能提前商量一下 为什么不是和平常一样 自己也编个翅膀下来 而是支了降落伞 石与社 石与人都妈了 在曲解大师宣布完结果后 终于忍无可忍 直接把他和石一 收回玉兽空间 随后 转头就走 只留下了沉默的众人 这就结束了 看着狼藉的场地 众人一阵哑然 而现在的方级 已经完全失去了梦想 不知道是因为威慑 还是因为重重的骚操作 他现在大脑嗡嗡的 我只是个玉兽师啊 方级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要承受 这与年龄不符合的打击 不可思议 片刻后 观众席一些大师 及玉兽师 也纷纷发表评论 古都大学观战席 招生半颅主任 咧着嘴道 看似简单的战术 可完全不简单啊 是啊 考古系里主任 点了点头 那种高度 能够精准锁定敌人 看似普通的一击 蕴含的东西 却不简单 他们到底 藏了多少底牌 英机长空战术 超势力 威慑 缺一不可 不然 就不是战术了 而是自杀 而且 最后那只小石铁兽 竟然看上去只是轻伤 李主任无法理解 这种体制 你确定是石铁兽 而不是石铁兽进化型 石铁兽进化型 那堪比龙族的体制 李主任是亲自见到过的 但是 那是克了几亿元的结果 而石鱼这只 明明还只是普通石铁兽嘛 不过很快 李主任表情一礼 卧槽 这只石铁兽 好像也掌握出神入化及硬化了 别告诉他 目前这只石铁兽 是内敛状态 早已经完成进化 如果是那样 其他考核者还打个屁啊 我更想知道 那只青年虫是怎么回事 那真的是青年虫吗 卢主任表情古怪 他可没见过这样的青年虫 出神入化及虫丝 超凡及成长度 他都能接受 但是 最开始的龙威 以及那制造翅膀的能力 已经不能用普通青年虫来解释了吧 哈哈 李主任哈哈一笑 你TM问我 我TM问谁去 青年虫能学会除了虫丝之外的技能 听都没听说过 毕竟 青年虫可是被誉为 进化前绝对不可能学会其他技能的虫兽 然而 事情也不这么绝对 这是针对普通青年虫来说的 如果青年虫拥有一些其他血脉 或许就无法被定义为普通青年虫了 会是遗传技能吗 竞技场高处和隐传奇站在一起的白胡子 老头摸了摸胡子 应该是了 隐传奇缓缓道 或许 这是一条父辈 母辈 是高种族青年虫进化型所生的一条 突破了种族限制 继承觉醒了新的种族技能的特殊青年虫 不然 哪怕这些顶级大师 乃至传奇预售师 也都想不出更好的解释了 也是 石宇这样的天才 怎么可能会契约一条普通的青年虫 考生通道 石宇又把石宜召唤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石宇的伤势 顿石宇拍额头 好家伙 你怎么自愈得差不多了 这样还怎么去接受治疗啊 硬 石宇觉得冤得慌 因为有着出神入化硬化防御 哪怕冲击力再大 对手反伤再多 他本来也没被中创啊 然后 用高速愈合稍微自愈一下 伤势可不就近乎于无了吗 咕噜噜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一击消耗不小 石宇揉了揉肚子 表示饿了 石宇狠搓石宇的熊猫头 唉 宠兽太优秀 也是一种烦恼啊 这么优秀的宠兽 到底是哪个优秀的 御寿师培养出来的呢 那就去找吃的吧 不行 还是先去医护室看一看吧 再小的伤也是伤啊 随后 石宇做出决定 去看看能不能遇到 稀有的治愈剂 恢复剂 同时 召唤出了 还处于嗨皮中 没有恢复过来的虫虫 扔到了石宇头上 硬 鸡 见到虫虫出来 石宇表情兴奋 和他对了下暗号 降落伞做得真不错 如果上面能再数上 预售师的名字就好了 应代表他 鸡代表虫虫 但还差个预售师的标识 金 虫虫表示下次试试 克里要完 大可不变 下一场 听我指挥 石宇怕两只宠兽 再次整活 脸黑说道 古都竞技场 医护室 此时 那位考官大妈 正靠在房间内的椅子上 看着小电视 等待着下一个商号进来 他打着哈欠 一脸无聊 这种级别的小对战 让他一位大师 及预售师来值班 实在大财小用 不过谁让这些 最终留下的 新进职业预售师 是古都市的未来呢 动 动 动 进来吧 打扰了 石宇带着石宇 重重进来后 立刻看见了 坐在椅子上的考官大妈 此时 他正兴致勃勃 看着石宇 你们倒是很猛啊 硬碰硬对付反伤玄规 这次肯定受了 很严重的伤吧 他觉得 石宇是在强撑着 肯定一堆内伤 哟 随着考官大妈起身 坐子旁边 一只趴着的鹿形宠兽 也跟着起身 并发出欢快的叫声 这只鹿并不高大 有着土黄色的身躯 很普通 但鹿角 却如同分叉的翠绿树枝 不 准确来说就是树枝 名称 真枝角鹿 属性 木 种族等级 高等统领 除此之外 桌子上 还有一颗几十厘米 长得像大白萝卜 有着如同孩童的五官 头部顶着绿色萝卜叶的宠兽 也晃晃悠悠起了来 名称 参宝宝 属性 木 种族等级 高等超凡 此时 石宇只是看到这两只宠兽 就立刻感觉身体十分充盈 参宝宝的须 真枝角鹿的鹿角 都是大步啊 旁边 感受到御寿师的心思 石一下意识 用超视力观察起这两只宠兽的体内能量 然后微微张开嘴巴 这只参宝宝的能量值 至少是它的五倍以上 而且能量纯度更加无瑕 至于那只鹿 体内的能量值 石宇感觉根本就是自己的几十倍 离谱的可怕 鹰 石宇小心翼翼 拽了拽石宇的衣角 别 别 咱们 打不过 等它再努力个几年再说 知道了知道了 石宇拍开石宇的熊掌 好家伙 应该是成长等级为统领级的参宝宝 以及成长等级为君王级的真知角鹿吧 两只宠兽都突破了种族等级的限制 和林大师那只石铁兽一样 此时 真知角鹿看着石宇和虫虫 然后转头看向了御兽师 他们不对劲 啊 考官大妈一脸疑惑 然后 听到小鹿的解释后 立刻匪夷所思的 钉向石宇和石宇 你的石铁兽 掌握了高速愈合技能 刚才他自己进行了治疗 因为真知角鹿告诉他 石铁兽并没有多少伤势 身体有自愈的痕迹 考官大妈睁大眼睛 心中握了个大槽 结果 不是看上去像没伤 而是真的没有大碍 他原本以为 这只石铁兽的配招就够离谱了 这次近距离观察 竟然才发现 他还有木系的治愈类技能 这科学吗 呃 石语一愣 这也能看出来啊 他道 是 不过这技能太消耗体能 他还没有完全得到治疗 意思 你们再治下呗 考官大妈微微沉默 然后看向了真知角鹿 下一秒 真知角鹿点了点头 树枝一样的鹿角 绽放出绿色的光运 光运不断扩大 领域包裹了石衣 重重 紧接着 石衣身上的伤势 瞬间消失 完美极高速愈合 除了愈合速度 效果更快 更好 还将可以变成多体制预计 这时 考官大妈转身 从抽屉拿出一盒营养液 这是能量结晶液化 加工生成的能量营养液 补充能量效果 比能量结晶稍差 但吸收效率更快 几分钟就能让宠兽完全消化 你接下来 应该还有好几场对战 都带去你的备战室吧 比那里的营养品效果要好许多 谢谢 石衣接过营养液 心中茫然 这就完了 那个给石衣治疗的技能 石衣认出来了 也特喵是高速愈合呀 就熟练度高了点罢了 但熟练度高不高无所谓 石衣想看的是 稀有的治愈剂 恢复剂呀 不是垃圾中阶技能 能不能露两手 石衣接过营养液后 看向了坐在桌子上 晃着腿的大白萝卜 好奇它有什么技能 第三只宠兽 要不然也养个白萝卜 看起来还挺水嫩的 还能自产补品 可惜 种族等级有点低 并且战斗力也不高 还看什么 不舍得走了 考官大妈笑呵呵道 你用不着这玩意 餐宝宝是给那些 有强化天赋的预售师 补充体能 经历的 你一个心灵感应天赋 上了队战场地 就是墨鱼看热闹的拉拉队 用不着它的 石语 也不用说得这么直接吧 心灵感应天赋 招谁惹谁了 只是有些好奇 这种非战宠的培育思路 石语道 考官大妈笑着道 有好奇心事不错 你进入大学后 这方面的知识会有很多 那里收藏着 大量预售师前辈们的智慧结晶 远比网络上公开的资料要深奥 到时候 你可以去了解下 不过 宠兽培育上面的学问可太大了 哪怕单一领域 预售师穷其一生 也不可能探索完的 记得要分清主刺 找准自己的定位就好 动物 植物 元素 机械 死灵 还有这种神奇的蛊虫 每一种都是一个深奥的领域 这也是预售师 衍生成众多职业的原因 考官大妈看向了再次开始的考核 现在正进行着 蛊虫师苗东东 和另一位种子考生 临开的战斗 石语 考官大妈把关注点放到了这个 有着棕色卷发的小蛊师身上 对方的战斗风格很离奇 他虽然只有二级的预售空间 但却有三只宠兽 暗影谷 寄生谷 翡翠树蟒尸体 其中 寄生谷和翡翠树蟒尸体 可以视为一体 同时收入预售空间 这个宠兽组合 就是蛊虫师神奇的地方 其实 最终排名战之前 苗东东的预售天赋 和另一只宠兽暗影谷 非常神秘 一直无人知晓 不过 随着考核进行到现在这个份上 他第二只宠兽 和预售天赋上面的神秘面纱 也已经被揭开 就比如这个小朋友 因为自身的共生天赋 不仅可以凭自身的血肉 培养各种蛊虫 还能让他们寄生在自己体内 本人发挥出不俗的力量 蛊虫一到的神奇 可能也就他们 这一批人 自己能清楚了吧 外星人是终生无法入门了 画面中 寄生谷操控着翡翠树蟒 同时大战两只宠兽 虽然翡翠树蟒种族等级不低 但毕竟不是本尊 上线已定 面对同是种子 考生精心培育的两只宠兽 显得稍微有些吃力 然而就在这时 苗东东本人 却诡异地操控其影子 辅助翡翠树蟒 控制了对方的御兽师一顺 打断了对方御兽天赋的增幅 夺下了胜利 这是他第一只宠兽 高等超凡种族暗影谷 因为共生 天赋 一直是苗东东拿血肉 在喂养 生存于苗东东体内 好处是 苗东东自身的身体素质 可以得到极限强化 远超同级御兽师 堪比宠兽 另外 他和暗影谷的生命 精神联系 将更牢固 因为双方 生命力共享了 他也因此 获得了操控影子的能力 可以像御使手脚一样 御使暗影谷 这个鼓虫师的 共生天赋 和共享技能的 共享天赋 合体宠兽的合体天赋 有一曲同工之妙 鼓虫啊 太怪了 石宇看着画面 恶寒地摇了摇头 鼓虫的本质上 就是虫子 他想象不出 虫虫寄生在自己体内的感觉 是吗 按照晋级规则 下一场好像就是你们战斗 考官大妈笑容满面 道 不知道 你们谁会先过来治疗 石宇 那我先去准备下一场考核了 石宇道 去吧 好好准备 好 石宇无言 带着石宇和虫虫 打算转身离开 临走前 不忘看一眼水汪汪的大白萝卜 好奇他的虚和神豆比 哪个效果好 同时在考虑 契约个可以自产补品的 宠兽的性价比 唉 其实最后 也省不了多少钱 毕竟能量守恒的情况下 他补进来的 宠兽那边就得消耗 宠兽的消耗 到时候 还得用各种营养品补充 而且 培养一只宠兽 花销也不小 不如直接买补品划算 或者 学习这个苗小冬 契约可以增强 自己体制的宠兽也不错 打扰了 石宇刚要出去 这时 方济也赶了过来 他发现石宇等人 也在这里后 顿时表情一跨 他刚刚在外边冷静了一阵子 现在 脑袋又梦了 应 鸡 石宇和虫虫跟方济打起招呼 询问缩头龟和赖皮蛇 对鹰鸡长空战术的评价 不过 方济听不懂 听到石宇和虫虫鹰鸡鹰鸡只觉得烦人 可恶啊 这对宠兽和主人 都不是什么正常东西 在方济极为嫌弃 看二货的眼神下 石宇带着石宇和虫虫 笑呵呵离开了医护室 虽然自己风平被害了 但是看到对手这么惨 石宇顿时有种恶趣味 觉得有意思 虫虫整着手活 的确差点也把他逗笑 甚至导致 石宇下把还想整活 如果他没记错 虫虫给自己的满脊虫丝的各种技巧取的名字中 意思是可以用虫丝操控傀儡 所以能不能利用满脊的虫丝 把寄生骨从翡翠树莽身体里拽出来 然后让虫虫操控翡翠树莽 直接当着苗东东的面夺虫 蛊虫师 谁不是啊 虽然他不懂蛊虫 但满脊的虫系技能虫丝 就是这么神奇 诶 会不会太损了 这样的话 虫虫与那曹贼合一 虫虫 第124章 又要封一个 片刻后石宇回到了备战室 一想到有趣的战术 他就忍不住想实验可行性 这个战术看起来很正常啊 在对手最擅长的领域击败对方 这样才能显现出他的厉害 靠技巧取胜的话 这不比直接战力全开 显得他有智慧 石宇把十一核重重拉了过来 下一把对上那个苗小东 你们就这样 然后那样 最后这样 懂了吗 十一核重重茫然点头 懂了 但没完全懂 不过 人家不是叫苗东东吗 这不重要 石宇把营养液塞到他们身前 看到快乐水 石宇和重重表情一亮 哦哦哦哦 叽叽叽叽 对战什么的先不考虑了 还是先恢复之前消耗的体能吧 石宇捧起快乐水 咕噜噜干杯 而重重 则是用重丝做成吸管 至于石宇 目光看向了小电视 关注起后续对战 接下来 他只关注了几个胜者的对战 果然 晋级的还是那几个人 而有过一次输掉记录的败者组的排名晋级战 他就不感兴趣了 双方碰上的几率不大 时间又是飞快 石宇他们不来不去 都补过头了的时候 又该轮到石宇对战了 石宇和重重表情仗红 一下子补品吃多了 体内能量处于十分饱满的状态 石宇微张着嘴巴 就算你们是第一次喝能量结晶做的营养液 也不用这么暴饮暴食吧 体质不如他这个玉兽师好 就不要乱吃东西啊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稍微再消耗下就行了 重重闭上眼 投影两个冰龙宝宝各打了一套军体拳后 立刻恢复了过来 石宇则是用出神入化及硬化搓了个奖杯 提前助他们夺冠 唉 看到两只宠兽这么不正常 石宇深深反思起来 会场呢 观众们看着大屏幕上出现的名字和头像 表情古怪 这是第三轮考核了 石铁兽骑士 战术鬼才石宇 VS神秘的古虫师苗东东啊 不知道这场考核对战 双方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虽然这个石宇不够沉稳 但实力真是不错 非常有潜力 可惜 好像已经被古都大学预定了 其他学府远道而来的招生办老师 按道可惜 下次见面 大家可能就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了 九大学府之间 每年因为教育资源分配闹出的矛盾 可并不少 倒是一些财团 觉得石宇挺有意思 就算石宇进入古都大学 其实也不影响他们找石宇合作 如果石宇成了今年古都考核状元 到时候 直接让石宇代言个人造机械光剑重兽 去拍套广告 效果不比那些小鲜肉热血 擂台上 穿着类似不衣服式的苗东东 已经走了上来 上来后 他长吐口气 他的对面 石宇也是正常地登上了擂台 上来后 石宇就一直盯着地面 然后又看向了曲解大师 不错啊 石宇明明砸出那么一个大洞 经过曲解大师的土系宠兽这么一休 瞬间看不出有战斗过的痕迹 怪不得外边建筑公司都收契约土系 经系 木系宠兽的打工人 这小子 曲解大师沉默地看着对擂台 和自己不怀好意的石宇 希望石宇这小子 接下来能正常点对战 兼职来得做个裁判他容易吗 嘟嘟嘟 两位考生都抵达场地 做好准备后 这次曲解大师很快速宣布了对战开始 毕竟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大家都饿了 这场对战的胜负的话 众多大师依然对石宇比较看好 如今 在这些大师及御寿师看来 有希望击败石宇的 也只有真正拥有君王种族宠兽的尹正凡 和拥有暴力战斗天赋的张千一了 至于苗东东 他的翡翠竖蟒 因为是尸体 只能算半只君王种族宠兽 擂台场地上 随着曲解大师宣布对战开始 与此同时 苗东东的大脑再次划过闪电风暴 思维疯狂运转 我们的优势在于 翡翠竖蟒的君王屈翘 是绝好的保护 寄生于竖蟒身体内 寄生骨很大程度 可以免疫精神攻击 而暗影骨和我共生的情况下 我们的精神融合 也可以一定程度 免疫精神攻击 这样一来 石宇的底牌之一 精通级威慑 就废了一半了 柳有棕色卷发的苗东东 站在石宇对面 深呼吸一口气 头一次感受到了压力 因为它对面不是个正常玉手师 虽然 借助蛊虫师的优势 它们能将石宇的精通级威慑技能 可能造成的影响 降低到了最小 但是 那出神入化级的硬化 和完美级雷掌 还有那只古怪的青年虫 还是让它很忧心 站吧 事已至此 容易不得苗东东多想 它目光严肃看向石宇 呼呼呼呼 擂台上 狂风四起 两人同时召唤出虫兽 石宇安静地召唤出 石铁兽和青年虫后 苗东东这边 巨大的召唤图阵 图阵也随之出现 好 图阵内 顿时传出一声震撼的咆哮 一条长达近十米的绿色巨蟒 忽然从图阵出现 毅力如同高楼 颇有震撼力地 用绿色的瞳孔 俯视着对面的石衣和虫虫 这就是古虫师 寄生谷的神奇之处 很难想象 这样一只活生生的翡翠树蟒 竟然是具尸体 里面还有另外一位操控它的宿主 第一次和古师对战 石宇看着对手 心中默默打卡 名称寄生谷 属性 虫 种族等级 高等超凡 种族技能 寄生 高阶虫系技能 可以潜入寄生对象体内操控对方 寄生状态下 继承对方的种族技能 且有修复寄生对象伤势的能力 并能将寄生驱翘作为保护伞 免疫绝大部分攻击 这个技能很强 不过也有限制 就是只能寄生动物 同时 猿主被寄生后 便失去了成长能力 好 擂台上 巨蟒发出吼叫 苗东东站在巨蟒不远处 恢复了之前冷静的神情 对面 十一和重重面无表情 甚至觉得 对方挺凶 不过 凶归凶 但熊猫更凶 不等于 熬 小石铁兽眼睛一灯 你在哼 哼 随着他熬叫 庞大无比的无形气浪 直接从十一身上绽放开来 他目光凝视看向翡翠树蟒 和苗东东本人 这一刻 擂台上的空气 开始嗡嗡嗡地震荡起来 近乎实质化的威慑波动化为 狂风席卷在场地各处 来了 这一刻 翡翠树蟒身体猛然一致 苗东东脚下的影子 也瞬间消失 融合他的身体 诡异的黑色纹身 出现在了苗东东身上 嗡 精神风暴扫过 苗东东咬着牙 感受大脑的晕眩 下意识握紧了拳头 然后露出了笑容 同样 翡翠树蟒也快速甩了甩脑袋 目光逐渐清晰 并发出咆哮 好 不过如此 面对恐怖的威慑波动 苗东东满头大汗 然而 很快稳住恢复 而翡翠树蟒体内的寄生骨 显然也在君王驱翘 保护伞的守护下 近乎承受住了 这恐怖的精神冲击 接下来 该我们反击了 苗东东抬起手来 无数暗影凭空浮现 正要回聚成球 赫然是暗影骨的能力之一 阴影球 此时 翡翠树蟒身躯也微微晃动 做出攻击姿态 露出獠牙 这还是 石与他们遇到的 第一个面对石医的威慑 虽然受到影响 但是还能继续攻击的对手 果然 威慑这个虐财神技 遇到稍微强一点的对手 立刻没那么万能了 扛 扛住了 苗东东牛逼 你还是第一个 让石铁兽骑士装逼不成功的 随着苗东东他们硬抗威慑 观战席顿时爆发出一道道声嘲 不少人眼前一亮 感觉这一场战斗会十分精彩 那些大师及预寿师 露出欣赏的表情 暗银谷 寄生谷不过是两种超凡种族蛊虫 却能被苗东东开发到这种程度 他和石铁 简直是这次考核两大励志考生 然而 此时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 可能只是少数 你们吵什么吵 到底有没有点眼力镜 那只是一重威慑啊 虫神还没出手 观战席 一对表兄弟盯着开始闭眼的虫虫 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道威慑 怎么看都不像是想秒杀对手 而是 想吸引注意力 果然 很快 就有人注意到了闭上眼的虫虫 这已经成为了虫虫发飙的标识了 快看 翡翠树蟒头上 这一刻 众人惊奇地发现 明明青棉虫还趴在石铁兽肩膀 但是 翡翠树蟒的头上 竟然又出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青棉虫 就和第一场考核具现化龙威 第二场考核具现化翅膀一样 这一次 青棉虫具现化出来一个自己的投影 什么 此时 感受到变化 翡翠树蟒和苗东东纷纷一愣 吼 翡翠树蟒还傻乎乎地张着大嘴 下一刻 他头上的青棉虫 直接身体一弯 身体360度翻转 花样跳水一样 跳到了翡翠树蟒的嘴巴里 这一幕 直接看待了所有人 卧槽 众人露出目瞪瞪口呆的表情 呃 翡翠树蟒也觉得哪里不对 苗东东 地 什么鬼 苗东东本人顿时有些发猛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想从树蟒内部发动攻击 可是树蟒有毒系的胃液技能啊 连晶石都可以腐蚀 自杀 苗东东不理解的时候 下一刻 只见翡翠树蟒猛然瞪大眼睛 做出呕吐动作 然后露出更痛苦的表情 吼 他的身躯开始疯狂抽搐起来 翡翠树蟒体内 刷 青棉虫幻影爆发出无数虫丝 让虫丝犹如乱狮子之发一样 扎入翡翠树蟒身体内部 咕噜 轰然翻涌上来的胃液 遇到虫丝不断腐蚀 但强烈的腐蚀效果 竟然无法对无级别的虫丝 造成任何影响 反而这些虫丝 一条一条 如同一个小生命体一般 有着自己的意识 从体内对翡翠树蟒 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满疾虫丝 这绝对是没有任何人理解的产物 哪怕传奇御兽师一样 满疾虫丝从而衍生出来的 即使是出神入化疾虫丝 也不具备的寄生线效果 更是只有石宇的虫虫才掌握 此时此刻 没有一个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只知道 好像是石宇打算从树蟒内部进行攻击 而且似乎还生效了 卑鄙的城市人 想下来的苗东东 顿时想起足中阿婆对自己的叮嘱 眼睛一红 感受到寄生谷传来的求救信息 他忍不了了 快速看向十一和青棉虫那边 脚下瞬间出现阴影 并猛然拉长 他想用暗影谷的另外一个技能影控 去定身小石铁兽 同时 他手里的阴影球 也以凝聚完成 猛然致向青棉虫 虽然他不知道现在怎么回事 但击溃青棉虫总没错 刷 阴影球如同一道黑色流星 向着十一和虫虫砸去 然而 十一却连动的意思都没有 十语 翡翠树蟒 挡下攻击 倒是身为御寿师的十语 很合适宜地对虫兽发起指令 这一刻 庞然大物翡翠树蟒 猛然压住暗影谷制造的影子 同时 用自己庞大的肉身 抵挡在了阴影球之前 苗东东 众人 哄 阴影球砸到翡翠树蟒身上 翡翠树蟒眼露幽光 庞大的身躯 只是擦破点皮 轻伤到不能再轻伤 这就是君王种族体魄的强大之处 哪怕不用招式 也能拥有极强的压迫力 众人微微张大嘴巴 强是强 不过是哪里出现了错误吧 为什么 为什么这只翡翠树蟒 听了十语的命令 在帮助石铁兽和青年虫 抵挡伤害啊 难道是传说中的寄生bug 不 不可能 苗东东猛逼万分 并询问寄生骨怎么回事 而此时 翡翠树蟒体内 某个小房间 本体不过高等超凡种族 又没什么其他牛逼技能的寄生骨 看着包围在自己身边的 一条一条活跃的虫丝 他敢动吗 唯一能对体内入侵者进攻的 卫业技能 都对着虫丝无效 他敢动吗 寄 虫丝摩擦 发出兴奋的声音 寄 寄生骨发出杀鸡般的惨叫 你们不要过来啊 这什么鬼啊 到底他是寄生虫 还是青年虫 是寄生虫 为什么这个家伙的虫丝 能有自我一时一本 入侵到这里 并且操控起树蟒的行动啊 这不科学 寄生骨通过契约 对着御寿师大喊 不科学啊 苗东东 下化线 苗东东傻眼了 外界 所有人都呆滞了 包括各位大师及御寿师 看着帮助小狮铁兽 抵挡攻击的翡翠树蟒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擂台上 帮助小狮铁兽抵挡攻击后 翡翠树蟒缓缓缓探过身 接近小狮铁兽他们 然后 在所有人匪夷所思的目光下 小狮铁兽带着青年虫 爬上了翡翠树蟒巨大的身躯 化身骑蟒熊猫 啪 骑上树蟒 十一的出神入化及硬化发动 立刻给树蟒包裹一层强大的护甲 相比寄生骨的寄生技能 虫虫的寄生线 还是有许多不足的 比如 只能控制行动 却无法继承招式 所以 想有更强输出 只能靠十一的硬化了 硬 击 一切完成 树蟒和十一他们敌视地 看着对面渺小 无助 可怜 茫然的苗东东 苗东东下意识后退一步 表情呆滞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时雨沉默地看着对面 表情开始不对劲的小股市 心理承受能力不行啊 也没什么 就是让青年虫 把你的寄生骨 劫持成虫质了 所以 现在操控翡翠 树蟒马甲的 是青年虫 别担心 对战结束后 会还给你们的 神特喵虫质 这一刻 看着场地上的变故 虚解大师再次凌乱了 他这个裁判 专业素养 好像又有点不太够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总感觉时雨在胡说八道 但又无法反驳 众人嘴巴微微张开 看着场地上的变故 这尼玛又是什么情况 对战又朝着不科学 不正常的方向去了 食语的宠兽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诡计呢 苗东东 P2 啊 此时 苗东东又后退一步 瞪大眼睛 他才是最茫然的 人 人话 滚啊 到底你是古师 还是我是古师 他看着逼近自己的绿色巨蟒 有点傻了 寄生骨和翡翠树蟒 才是他的王牌 暗影骨就是为了保护 他存在的辅助 这下子 王牌反水 还怎么打 还打泥马 众多考核者都同样沉默地看向了无助后退的苗东东 好好的一个天才 一遇到食语 怎么又变成这样了 上一个是谁来着 某地 于树 方济等人都脸色一黑 哦呼 完蛋 这下又该封一个考核者了 这个食语绝对不正常 建议以后其他比赛 别让他参加了 他就是故意来搞别人心态的 第125章 真正意义上的报复 第三轮考核 食语毫无意外地晋级了 不过同时 又有一位少年 失去了梦想 直到被自己的翡翠树蟒卷呈现 然后甩飞贴到 墙壁上滑下 惨兮兮的苗东东 依然不理解 不理解 为什么青年虫 能夺过寄生骨 对翡翠树蟒的寄生拳啊 谁来给他解释下 他这个蛊虫师都不理解 更不要说其他御寿师了 嗯 对于这场对战 众多大师及御寿师 也只能沉默地恩一声 以他们的经验 也无法解释这种展开 救命 这个新人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新时代的御寿方法 发展得这么快吗 都和他们有代沟了 不像啊 因为周围的年轻考核者 也都一个个地无比沉默 觉得离谱 像接下来可能遇到 食语的渔数 张千一 尹正凡等人 此刻都不想说话 这果然说明 还是这个食语有大问题 不错 嗯 不错 哪怕是某处的尹传奇两人 也都只是默默点评 不想深究 猜来猜去没意思 爱是啥是啥吧 古都大学观战席 你说 他入学后 考古方向还好 对战方向 有老师能教好他吗 卢主任问李主任 李主任 别说对战方面 他是个奇葩 考古方面 咱们老师能教的也有限 十一举的人 考古都 TM 跟看历史记录片似的 开挂一样 规规 这也太秀了吧 与此同时 考古七英杰望着擂台 纷纷感慨 不对 不是规规太秀 是虫纷纷太秀 我原本以为 史语学弟第二只 宠兽是青棉虫 就是一个拖累 现在看来 我还是太年轻了 不理解开挂之人的事件 我郑英杰愿称 他为青棉虫最强 郑英杰道 虫神在世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众人还是能看出 是青棉虫夺过了寄生骨 对翡翠树莽的控制权 好家伙 一条青棉虫而已 不仅能当巨龙 用释放龙威 还能当翅膀 用头放核弹 现在甚至还能当寄生虫 用当面夺宠 牛啊 史语学弟这么屌 林学姐你一直知道吧 青鹰节中的女生 林育儿问熊猫学姐 拿着相机的林修竹 她觉得 史语没契约宠兽之前 其实很正常的 包括宠兽十一 也很正常 励志 结果为什么 现在包括御寿师 宠兽在内 都变成这样了呢 林修竹也不知道 究竟是因为什么 这也太秀了 对战舍这边 古都大学校对成员 纷纷惊叹 他们职业考核时候 要是有史语一半秀 现在也至少 该混成副社长了吧 乃像现在 还得成天看 副社长脸色训练 闭嘴 少儿娘学姐 一心一意地盯着手机 任由史语操作再强 这次也没吸引到她 因为 她正在和自己的女神聊天 陆清一 我到古都竞技场外边了 白希 学姐我去接你 陆清一 不用了 我等下去找你 白希 好搭 白希看着聊天记录 微微吐气 又可以看见陆学姐了 好业 虽然 陆清一好像是来找石语的 可恶 明明是我先 战斗结束后 石语心情愉悦地回去了 体验一把夺虫的感觉 莫名还不错 可惜 这是不道德的 仅此一次 仅此一次 但确实证明了 虫虫的寄生线的厉害 除此之外 他的虫丝 其实也可以缝合伤口 除了不能让寄生对象 维持身体机能 继承种族技能外 还真跟寄生骨的寄生技能挺像 就好像 满级虫丝模拟出了其他虫系技能一样 虽然是简易版 但颇有点寂静忽道的感觉 像接触到了虫系的规则 意思是 当某项技能达到巅峰后 再进一步前进 便接触到了道 即属性规律 本源 既然历史没有记载 不如我来起个名字 以后就叫满级的技能熟练度为 寄静忽道吧 史语伸了个懒腰 技能 虫丝 寄静忽道 可能也就是虫丝技能等级太低了 只能叫做静忽道 如果换作一个超阶技能点到满级 说不定真能摸到本源 规则这种神话生物 才能掌握的力量 至于神话生物的掌握的神技 则是能直接调动规则 本源的能力 这种能力 史语还真疑惑 技能图鉴能不能复制 算了 别想那么远了 下一把 好像是虞树和那个张千一的对战 史语摸着下巴 回到了备战室 打算好好看看 他估计 虞树这小子 还真不一定能赢 就算是他 对上那个张千一 都没多少信心 估计要赢 也得战力全开了 对方的天赋 对宠兽战斗力加成太恐怖了 片刻后 史语回到了备战室 不过 他刚打开门 就立刻愣住了 屋子内 一位皮肤白皙 茶色短发微微发亮 穿着白色衬衫 黑色制服短裙 披着一件白大褂 洁白修长的双腿 正交叉随意伸出的女子 正坐在沙发上看着手机 发现有人进来后 他用手背微微服了服眼镜 看了过来 并无声地叹息一下 陆 陆学姐 史语茫然无比 不明白陆轻一 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陆轻一不知道从何开口 他现在很想哭 不明白平成时候 还很正常的史语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三天前 看了史语的生存考核剪辑后 他整整失眠了一宿 有点后悔 没有亲自知道史语 反而把他交给了 同样不正常的白希 在他看来 骑着石铁兽 亲自战斗的史语 比白希还离谱 白希喜欢自己战斗 性格疯疯癫癫 是因为合体天赋 但史语一个考古学家 心灵感应天赋 跟着凑什么热闹 这样的习惯 如果探索各种遗迹 秘境时候忽然发作 很容易做死挂掉的 陆轻一微微叹气 揉了揉太阳穴 道 好久不见 学姐好久不见 史语眼前一亮 感觉会有好事 毕竟这位 才是最富最富的富婆 熊猫学姐都稍训几仇 她连忙到好水 给陆轻一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 抱歉 拿错了 这是石铁兽 和青棉虫的快乐水 陆轻一 你的生存试炼考核 还有那什么英机长空战术 陆轻一拿出手机 上面是白希 给她的史语的各种表现截图 陆轻一推出手机 给史语看 并玩味地看着史语 多大的人了 还跟她孩子一样 史语老脸一红 好家伙 还打小报告 史语看着自己 骑着熊猫的图片 心道兽儿娘学姐 这个仇我记下了 可 如果我说 这都是石医和虫虫出的主意 你信吗 史语甩锅 这些图 她的确有被冤枉的成分 陆轻一一正 骗鬼呢 一只石铁兽和青棉虫 能想到用重力加速度加速 能想到用虫私打广告 没人指使 她可不信 算了 虽然这件事她也很在意 但毕竟是史语自己的事情 史语开心就好 等回去后教训白希 才是最主要的 问题根源肯定在这 肯定是白希把史语带歪的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石铁兽进化方案 审批通过了 陆轻一笑了一下 目光看着史语 这件事 其实她很早就关注了 对于史语能在破解那个平城 由她自己唤醒的遗迹后 又短时间内破解一个新的遗址 她非常欣慰 从石铁兽遗址中 史语发现了石铁兽君王前例的进化方式 并给出了新的探索 研究思路 凭借这些 其实就能证明史语的天赋了 史语也已经有了成为十一局正式成员的资格 只不过可惜 给史语的考核任务 是破解冰龙遗迹 所以 哪怕现在史语有了其他成就 还是得稍等一下 通过了 什么时候 史语一正 她还以为要月底 这么快吗 就在今天早上 如果不出意外 石铁兽进化型的新闻 今天就可以全网公布了 陆清一手指敲着桌子 道 同时 你的名字 也应该可以传遍全国了 史语 史语一正新潮澎败 不过 她是那种在意名声的人吗 她想知道 奖金 发现石铁兽进化型的奖金 最终确定是多少 作为石铁兽进化方式发现者 命名者 实践者之一 清定的首席 石铁兽进化规划师 她太穷了 如果不是为了养石医 重重 她绝对不会在意讲金什么的 要知道 她的梦想 是做个不追求名利的美男子 这纯粹生活所迫啊 这也不是最主要的 陆清一继续笑了笑 最主要的是 我看了你写的进化论文 里面是说 石铁兽可能还有二段进化 对吧 嗯 那 放手去研究吧 作为发现石铁兽进化方法的奖励 通过十一局的渠道 我帮你申请了十一元的进化材料经费 十一元之内 你可以用来购买你的石铁兽的进化所需材料 当然 只能用于研究石铁兽进化 比起其他奖励 你肯定更需要这个 陆清一也知道石铁穷 林洪年的石铁兽进化花了数亿 她觉得 石铁这里需求肯定会更大 石铁 石铁微微张大嘴巴 真的吗 当然了 陆清一道 石铁的发现 值这个价值 石铁 这就算石一被花一小夏 也能武装一身铠甲了呀 她心跳开始加速 就知道 陆清一来了 肯定有好事 这也太大了 之前卖资源 根本谈不上报复 这一次才是 好 石铁表情认真 到 石铁兽的潜力难以估量 这笔钱的确能解燃眉之极 进行下其他实验 我会好好使用的 既然国家提供这一笔钱 那她就有信心 研究出来一条石铁兽的霸主种族进化路线 给东皇古国提供一个国宝级的宠兽 陆清一双手抱胸 点了点头 这时 陆清一忽然想起来 自己给石铁的光明女神蝶进化方法 你那只青年虫 应该不打算进化为光明女神蝶了吧 她表情无奈 如果她没记错 她看见那只虫虫的时候 那只青年虫还十分平平无奇 不 准确来说 包括那只石铁兽在内 也都十分平平无奇 结果现在 这只虫虫整出的花样 好像比石铁兽还多 嗯 在一季内获得了一些小收获 青年虫获得了里面 一只霸主及梦幻辈留下的传承 石语道 凶兽幻影 梦幻辈 虚实幻影 陆清一点了点头 这就是考古学家的好处 在探索古一季中 总能时不时获得意外的机缘 一条青年虫 便如此便逆天改命了 还有石语的石铁兽 陆清一估计 也通过一季 获得了不小的收获吧 这样才符合她现在的成就 但对于这些 陆清一也没想多问 这属于石语自己的秘密 而且 她也的确没兴趣 她在一季中的收获 要比初出茅庐的石语多太多了 甚至包括一些神话级的机缘 她也都接触过 陆清一又想起了什么 好像 还有十一局考核 以及石语跟她提过的植物重兽的事情 还没跟石语说 你成为职业预售师后 打算去探索兵龙遗迹吗 石语一边看着小电视 一边回道 开学之前 应该会去探索一次 希望可以一次性顺利破解 陆清一点了点头道 如果成功破解 你就是十一局正式成员了 作为十一局的正式成员 一般会统一发放两件道具 道具 石语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由地看向陆清一 嗯 陆清一点了点头道 一件事个科技产物 相当于一个万能的图件 能直接检测出 目前已经记载收录的 超凡种族到神话种族的 所有生物的资料 还有技能 资源资料 权限级别很高 除此之外 还能检测出 宠兽的具体成长等级 上线打守护神级 也算是很好的战斗力检测器了 同时 内部还拥有 东皇谷国内的全部地图 包括一些显地 秘境 遗迹的分布 都有详细记载 当然 也可以作为通讯器使用 这个图件是可以定制的 你想要什么样式的 你可以拿我作为参考 我要的图件是手机样式 并且配备了一个 可以连接图件数据的眼镜 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他点了点自己的眼镜 嗯 其实隐形晶片也可以的 只是我小时候戴眼镜 比较习惯了 陆清一笑 成为预售师后 体质增加同时 除非是受伤 不然基本不会存在什么近视 陆清一说自己小时候 戴眼镜戴习惯了 证明是没成为预售师之前 实语感慨 看来从小就是学霸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图件听上去好香 完全就是一个超级百科全书啊 感觉不用换手机了 有这个就够了 就是 听上去有点俯视心智 如果有了这个 这不是诚心 不让他认真背书学习吗 那我也是手机样式吧 然后 要个配套的隐形晶片 实语道 那这个图件 你打算安装智能生命吗 还是只要一段程序就好 陆清一问 大概就是机械生命 和普通机器的区别 看到 reduced 你打算不想 对这个婴 await 特紧にな装闭 咱们 уем